欢迎您继续加入台湾1001个说不完的故事 我是说故事的人黄鹏仁 在台湾的美食很多 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1949年的大迁徙 这里是台湾有名的酸菜白耳锅 但是他诉说的不只是美食的故事 还是人生的奋斗 人生的坚持 徐老爹这一次 他重新要把自己的店 再在自己的手上再度发扬光大 这一天拉拉伸的空气很不一样 大老远的就飘来红枣香 那要不断地去搅拌它吗 对啊 因为怎么 你不搅拌它的话 有时候它有机会它煮不到 受热不均匀 对 熬得不透 没等我们 徐老爹已经先熬了起来 就怕晚了时间不够 包不出该有的甘甜 这要熬煮多久啊 就完这一锅的话 最少熬到15个小时 徐老爹的表舅功是大清御厨 这红枣银耳根的做法就是打那儿传来的 原是退休后 自个品尝的私房甜品 却因为友人的一句话 去年底开始在网路上贩售 老朋友上来就说 徐先生你这个人太自私了吧 你好的东西完全你自己指 自己想说 这样我才开始做这个红枣银耳 我做的东西 每个人都会去欣赏 那就是我的成就感 既然是宫廷御用 别的不说料就得用最好的 白色网袋里都拢着的 失去了核的顶级珍珠枣 一斤要价200多元 一口气得放25斤 它这个地方是最容易 长脏东西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要嚼掉 一定要嚼掉 一定要嚼掉 银耳也很讲究 掐头去尾还要一朵朵扒开来洗 乳白色的耳瓣鲜结光亮 觉得是要把农药残留方面 我们把它冲掉洗掉 要冲洗几次啊 就像泡啊 就像这样冲啊 我们就要冲它两个小时 洗太多有时候手会泡肿起来 但最重要的是火 这是桃母 那里面那个比较大的 那是桃母 这是樱花母 炉灶里燃烧的 是自家园里 修剪下来的枯枝残干 和餐厅用过的棉洗块 物尽其用 是老祖宗传下的饮食智慧 这个木头 它熬起来口感会特别甘甜 你就像好像那个甘蔗 那个皮你去熬水也是一样 比较甜 比较香 日进西山 红枣这才熬成汤 但离根还早呢 这个汤 你不把它搅开的话 它会粘锅 这个汤 你不把它搅开的话 等银耳微熟已是怨莫深恒 红冰糖非得这时候加 太早银耳软不了 太晚这甜 弱不了 还要顾着火候 这个火你一定要控制好才可以 所以晚上一定最少要起来试试 你不管任何东西 你要只要做的话 你就要把它做好 要不然就不要做 徐老爹蓬小先如智大国 不苟且是生活态度 也是人生哲学 天天在煮 煮的红枣银耳 我每天煮 我每天在研究 火候方面 还是时间方面会敲到好处 绝对没有什么 麻麻糊糊清晨才晒 那对我来讲是绝对没有 你看前前后多少个小时 十多个小时的熬煮 现在瓶里总算能装填着 动人的虎获色泽和金银透亮 山泉水熬出来红枣银耳 你拿条根 你那个垮起来 它会有一种湿在 你湿在水的话 你不可能会有那种湿在 用心是吃得出来的 红枣银耳墩一个月 平均卖上一万罐 这可打乱了老夫妻的退休计划 我才不要这样跟你拼着老夫妻 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你这样错误 每天都要死 有时候你不卖它的话 觉得好 所以心里都过不去 六年前 梁老远离都市城销 在山上找到了心灵的田径 他们养鸡 那个时候冬天养 你看养小鸡 他说一定要一个灯泡 结果灯泡我想应该不够 我就给他弄暖颅 就暖颅这边山上 结果隔一天起来 50只全部死 他心疼啊 那这只养了多久 才慢慢慢慢的 这个是经验的累积啊 种菜 你看我们在这边 完全都没有什么精神压力 完全都没有 所以幸宽体胖了 跟以前比起来胖很多 胖很多 胖多少几公斤 哦 胖超十公斤哦 但徐老爹心头始终放不下的 还是山下那块 闯了几十年的老招牌 大社会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再说这几年呢 小儿子的管理方式啊 也比较不怎么太对 所以生意方面稍微有一点下坡 我再回去再把这个矫正一下 再把客源完全拉回来这样子 你看这样 一层一层一层的三暖旗 真的哦 于是徐老爹 重出江湖 老爹你这样会舍不得下山 会哦 那是不得已 小温啊 这个花椒味 但那高康呢 高康呢 你包在这里哦 今年初开始 老爹又回到店里坐镇 他一片片抓肉调整 必要时下海示范 员工就在一旁观摩着 我敢臭屁 我烙的烧饼绝不会是芝麻糯芝麻 技术就在这里 手一翻 干一线 木炭燃起的火舌直冲而上 老爹熟练地握住铁夹 一转眼 一个个烧饼就直挺挺地站在炉边 你像我们这烤烧饼 我们今天炉子里面 我们还要翻 因为它立着 它不是摆在铁板上 你像是在锅上烙出来的话 它也会哽 控制火候如节制情感 得含蓄而饱满 才能造就外酥内软的芝麻烧饼 这是一甲子的功夫 应该先放点 你不先放你后放 这种东西出来 它为了就不对 餐厅跟一条船一样 因为怎么你没有剁手了 它就慢慢慢慢 它就偏行了 你叫是有个剁手在的话 它偏了 你就马上把它矫正回来 当年徐老爹一家五口逃来台湾 靠着家传手艺 先在高雄大沟顶挂起招牌 1969年在台北重新开张 之后不管搬到哪 老顾客就跟到哪 连老布希也慕名而来 我们不知道是谁要来 当天下午我们才知道 是夫妻要来 连我身高体重年龄 他完全都问 在那县医区房价 一瓶只有十来万的年代 餐馆一天就能做到 三十万的生意 八百元的葱油饼 就是这么来的 一张饼用上两斤三心葱 还得不停翻转 好生伺候 老爹还定下三部政策 没定不做 人少不卖 外带不准 老汤们依旧须之若鹜 我们做生意 时间就是金钱 我们就为了 烙这张葱油饼 我们一个锅四十分钟 我们少做多少生意 所以好像我们一天 我们只限了三张而已 怎么样 有进步 有进步啊 不要有要求 然后另外 基本的味道没有变 然后那个 本来那个鸡太厚了 不好吃 老顾客的评论 是锐气 刀刀见骨 我做生意 我向来是不把客人当成傻瓜 把客人当成傻瓜 那才是真正自己傻瓜 因为什么客人 现在都是非常聪明的客人 你好吃不好吃 到嘴里 他一次就了解 葛徐老爹这颗定心丸 老爹能找回人气 但这味道 还能持续感动 多少味蕾呢 起码还可以 二三十年没问题吧 这个二三十年 看有没有办法 再培养一些新人出来 只要我不死的话 绝对没有问题 笑声底下 是老季福利的雄心 掺杂几丝后季无人的开探 下一个辉煌 老爹真的希望 能在年轻一辈的手里 Do it true 对呢 对吗 好 好